三麻一封的防治史等于是台湾防疫系统的确立史 俗称为黄卡的接种记录卡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非常不容易才被落实下来的观念 除了强化卫教宣导 政府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购买疫苗冷藏库分配到卫生所 建立通报和监测系统 其中三麻之一的小儿麻痹 果然在公元2000年成功遭到根除 接着锁定麻疹为目标 视它为下一个极可能被根除的传染病 三麻一封不是只有打小小孩 它是把所有国中生国小生 全部去打麻疹德国麻疹三千年 它就强制打第二剂所有人都打 这个打下去之后不止这个麻疹没起来 折股麻疹没起来 在头皮也没起来 以前非常重要的 民间流传 诊所或医院里面病患来源 全部就消失了 以防之你打很快就不见了 在头皮也是一种筛线炎病毒 我们的脱衣线有几个尾巴 耳前下面这边有一个筛线 舌线 这边有筛线 这边也会筛 你两边都筛 就在头皮了 不知道说在头皮 那筛起来很痛 麻疹疫苗的接受度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父母接受度不强 不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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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练统里面还有一个观念 就是孩子没出门 孩子没出片 才会重大人 才可以煮什么 煮到不去 一定要让他对到 同时我也写了一本书叫 一针之差 我只有讲一句话就是 就是因为一针之差 让你的孩子变成这样子 你接受那一针的话 你的孩子可能就是永保健康 我大概再也看不到 再也看不到一个麻疹的病人 有时候甚至于我的年轻的医生 在急诊室把一个病人隔离起来说 黄医师这里有一个像麻疹的病人 他已经把他隔离了 我去看的时候说不是啦 这个是药物过敏 在这预防接种的历史过程中 一定要提到的是 曾经得过台湾医疗奉献奖的 台湾疫苗之父李庆云教授 李教授是国内自行研发疫苗的第一人 国内有许多预防接种的政策 都来自他心血与智慧的贡献 李庆云教授在1961年到美国学习 及研究病毒学组织培养及流行病学的同时 台湾刚引进组织培养技术 所以他结合手边的研究 以麻疹病毒及日本脑炎病毒做组织培养 经过纯化及检毒后研发出 李氏麻疹疫苗 日本脑炎不活化病毒疫苗 及日本脑炎弱毒活疫苗 成为台湾从事疫苗开发的第一人 培养出来的那些一种病毒 我不用这种的安全性顾虑会比较严重一点 点滴在鼻子里面 给它挤地方在鼻子后 让它吸收去感染 这样去做一个疫苗的接种 这样我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效果 在台大医学院图书馆 现在还能找到1963年 发表在美国医学论坛的文章 记载着李氏麻疹疫苗 总共接种49人 这其中包括李庆云教授的两个女儿 第一个接种只是我的两个孩子 第二个跟第三个女孩子 接种了以后 那个她有点发生 有点准致出来 从那个以后 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麻疹的 一直到现在 并且我那个前几年 我给她做了那个抗体 还有抗体 李教授使用逼免疫法 替49个小孩接种 成效与后来1963年 美国上市的第一代 注射用疫苗相似 免疫效果逼近百分之百 李教授研发的疫苗 因政府政策性的采用进口疫苗 而无法继续 虽然如此 这位台湾小儿科感染症的权威 对小儿疫情的灵敏度 有如天线 尤其一手触诊绝活 被一界誉为神手 他做五十五岁的医生 各种怪病都看过来 疑难杂症 找他就没错 尤其是